这两个礼拜以来大家都在热烈讨论What If这一出充满创意的动画 同时上戏也在两周内就要上映 据传是漫威史上最好看的动作片 那不就是最好看的漫威电影了吗 不过最多人问的问题就是 蜘蛛人的预告片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出 就在此时漫威就为我们带来永恒族的最终预告 好 也很可以 大家好 我是潮力房 再度欢迎各位厌世仔 感谢点进这部影片的你 没有错 就是你 出来乍到的话点一下订阅就能加入这个邪教 别担心我们只会一起看烂片还有过度狂热讨论电影 欢迎再度来到另外一支预告解析 不想错过任何漫画知识的话记得订阅一下 在我们所做的上一支预告解析中 就已经跟各位揭露了永恒族极有可能成为这阶段 复仇者联盟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也是带着重大传承意义的作品 至于这支预告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重点呢 就让我们来为大家详细阐述 首先让我先带大家认识一下永恒族漫画原作的历史 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漫威漫画大佬Jack Kirby 虽然在漫威开启了超级英雄漫画生涯 后来却短暂跳槽到隔壁棚DC一段时间并创作New Gods这个系列 于1975年回到漫威之后 永恒族就在隔年的The Eternals No.1首次登场 后者概念明显就是由前者衍生而来 更特别的是永恒族完全用Kirby独自担任编剧以及作画的工程 对于美漫独特的细腻分工来说 可说是相当罕见的一件事 在原作里永恒族是由天神族改造原始人类所创造 天神族当然也就是星际宫对收藏者影像之中出现的强大族类 当时天神族也创造出了基因不稳定的异变族 但是此举却让永恒族和变异族陷入了一场永恒的苦战 在惊奇队长电影中出现的石刻鲁人也曾经受到天神族同样的改造 我们最熟悉的大反派以及老爸萨诺斯也是带着变异族基因的永恒族 那么永恒族的能力又是哪里来的 跟惊奇队长一样都是借由宇宙能量获得超能力 此外还能展现一种称为聚合心智的力量 让每一个永恒族人超能力像金刚战士一样做出结合 复习完以后我们就来直接切入这支最终版的预告 奇队马率先登场的是Selma Hayek饰演的Ajak 在梦话设定中是个男性永恒族 曾参与历史上著名的特洛伊战争 后来又被南美的阿兹提特人印加仁四奉为神明 拥有强大治疗能力是永恒族的精神领袖 在此我们看见Ajak向Icarus缓缓诉说着萨诺斯弹指后 地球消失了一半人类的经历 在对话中可得知这弹指事件是五年前发生的 因此可以更确定永恒族电影故事是发生在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后 不过为什么他要向Icarus阐述这一点 难道Icarus离全所居到什么事都不知道吗 或者像漫画中其中一条故事先永恒族被抹除记忆 他在对话中更透露随着反弹只将一半的消失人口复活之后 短时间内人口暴增提供了足以让现身发生的力量 在此我们也看到不明物体坠落地球引起海啸的画面 有可能是异变族的一人 接着Ajak优先冲冲地表示他们只剩七天时间力挽狂澜 这里所说的现身到底是什么 在漫画中天神族会造访他们实验的星球四次 第一次就是创造永恒族和异变族 第二次就是进行初步审判 以地球来说 他们对于变异族奴役人类的行径感到非常愤怒 于是就将他们的国度集成到海底 摧毁大多数的变异族 亚特兰提斯也是因为受到波及才跟着石沉大海 蛮碎的 所以这里的现身可能就是指变异族吸取反弹质能量之后 从海底重新出现 或者由于Ajak提到带着圣经意味的七天 现身可能与天神族最后的审判更为相关 在漫画设定中天神族最后一次造访星球 就是要执行最终审判 如果不合格的话就会加以毁灭 也许两次弹指吸引天神族来到地球执行最终审判 在这一幕出现的Icarus 当然就是由兵与活之歌权力游戏之中 饰演最讨厌婚礼的少郎主Richard Madden诠释 你一定觉得Icarus这名字很耳熟 没有错 他就是希腊神话中伊卡鲁斯的父亲 为了让儿子与自己一同翱翔 他帮伊卡鲁斯打造了一对翅膀 但是伊卡鲁斯自己飞行时 太靠近太阳而坠落摔死 他为了纪念自己的儿子才改名为Icarus 他的能力基本上就跟超人差不多 飞行以及雷射岩 在漫画中还能瞬间移动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疑点 Ajack除了这一幕以外 没有在其他任何的现代画面出现 难道说他跟Icarus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还可以在预告后段看到Icarus 在这个场景启动雷射岩 还蛮suss的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Ajack颈部被迁入一颗金色水珠 翻了白眼 这有可能暗示潜藏在永恒族身上的能力沉睡已久 他们因为现身事件才被重新启动 也许是因为这样才有点状况外 错过弹识事件 或者这也可能是天神族创造永恒族的过程 接着Icarus的爱人Cercy 解说着他们在7000年前就来到地球 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 避免人类受到变异族伤害 由沉浸饰演的Cercy 在漫画中奥德赛故事的女巫Cercy 就是根据她塑造 Cercy也就是那个爱上奥德修斯 把她船员都变成猪的女巫 这个故事也对应到Cercy改变物质的能力 这里出现了一只巨兽则是变异族中的不同物种 因为原著中变异族有着各式各样的物种与形态 而镜头一转接受了Dane Whitman和Cercy 在一家洗衣店前对话 Dane Whitman在漫威故事中就是黑骑士 拿着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暗黑之剑 能够切穿任何物质以及魔法屏障 不过也带着诅咒 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的持有者 这边当然就是由另外一位冰与火炬哥的Stark成员 Kid Harrington饰演 目前还不确定她会不会在电影中化身成为她的英雄身份 电影中的设定是Cercy的心恋人 看来会跟Icarus有某种三角关系 在另一段Cena说 当你爱上某样事物时 你就会全力保护她的同时 让我们看到她为了保护Dane 而把一辆双层巴士转换成为花瓣 更是强化这一点 电影问Cercy我们所有人心中都想问的问题 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往萨诺斯入侵地球肆虐时 永恒族都没有插手介入阻止这场悲剧 Cercy回答 天神族指示他们除了遇到变异族之外都不能插手 他们显然是不知道萨诺斯有变异族基因 紧接着看到荷报画面 象征人类历史上曾经历过的灾难 在这个画面之后 马上就接到Fastos啜气的场景 Fastos能力就是发明出任何他想得到的东西 在人类历史中也默默地帮助人类科技演进 这虽然可能是简洁的骗书 但是也有可能是他的发明导致人类研发核弹 才会看到这种反应 在此我们也瞥见天神族判官Aerishim 在漫画中Aerishim是判断一个星球 是否有权力存活的天神之一 刚刚提到的变异族湮灭事件 就是他造成 接着他们坚决地表示要找到其他人 首先出现的Droid是Icarus的表兄弟 城府极深 擅长在别人心中置入恐惧 也能用宇宙能量创造出熊熊火焰 George在历史上有过不少邪恶事迹 而在此我们看到画面中 他极有可能以自身能力控制一群村民 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邪教组织 他起初的利益可能是好的 想要藉由心灵控制来避免人类冲突之类的 也许在这些年过后 已经放弃了对人类的希望放飞自我 而Sprite则是一名拥有强大幻术的精灵 外表虽然看似是爱导弹的小孩 实际上已经活了约一百万年 创作灵感明显来自于Shakespeare作品 种下夜之梦的矮谣以及小飞侠之中的Peter Pan Sprite在原作中跟Ajack一样是男性 但是在漫画最近一次复活则转成了女性 电影版本也因此是以这个设定为主 接下来便是永恒族集结的画面 由Angelina Jolie和硬汉大叔 马东时饰演的Zena和Gilgamesh 比划了几招揭开序幕 Zena是永恒族最强的战士 能够直接将宇宙能量化成强大的武器 是另外一名永恒族至尊Zuras之女 更重要的是Zuras就是萨诺斯父亲Alars的兄弟 你没有听错意思就是Zena就是萨诺斯的谈戏 Zena曾和变异族军队领导人Crow游过一段恋情 也为了他胜过一对双胞胎 在另外一段看到他与Crow的对话 可能就是在暗示这一点 在漫画中永恒族曾经在巴比伦与变异族战斗 Zena就是在这场战斗中遇到Crow的 在上一个预告中看到的巴比伦画面 可能就是演出这段历史 不过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细节 征服者康也曾经造访过巴比伦 或许我们可以看到跟他有关的彩蛋 跟征服者康不熟的话去看一下我们的洛基影集解析 Gilgamesh又称为被遗忘者 跟谋秀世界无关 在两河流域地区曾经被奉作国王 由于拥有强大的能量和战斗力 在历史中常被误认为是希腊玄化中的海克力士 或是圣经中的三孙 Gilgamesh一度因为丧失势力 进而演发出敏锐的感官 犹如雷达的能力 在漫威漫画宇宙中 现代也加入过复仇者联盟 在这一幕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精通日本武士道 现在是宝莱坞演员的King Go 在上一个预告以及剧照中 你可以看到King Go身旁有一个拿着摄影机的人 那不是失误 而是King Go有个随身的摄影师 记录他的一举一动 同时还看见Juik和另外一位永恒族成员 Makari之间的亲密关系 Makari和大家所熟知的快音一样 有着前所未见的高速能力 但也因为热衷于追求速度 而丧失了其他永恒族人应有的飞行 和宇宙能量放射等能力 电影中则是被设定成听障 所以不会被高速行动产生的音爆影像 当然不得不提的就是 掌舵这部片的奥斯卡最佳导演赵婷了 延续游牧人生壮丽的大自然远景 加上他对于实景拍摄的坚持 永恒族拥有有别于过往漫威电影的雄伟气息 以及细腻程度 由于2018年漫威工作室总裁Kevin Feige 宣布将推出永恒族电影后 身为漫威迷的赵婷 便向Feige毛遂自荐成功获得聘用 一开始他是被聘为黑寡妇导演 不过后来还是取消这个计划 改为指导永恒族 还好不是黑寡妇 不然她才华一定完全没办法发挥 Dina在九位永恒族集结的画面中 透露了她对人类的热爱 以及誓死保护人类安全的强烈意志 我们还看到Cercy来到一个神秘的巨大厅堂 也许这是天神族体内 接下来一连串快闪画面 我们接续看到众永恒族成员 各自使出了超能力的片段 Sprite使用幻术能力创造烟火 在这个烟火之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围巾船 也许他们跟阿斯加众神也蛮熟的 此外在Cercy转化巴士的画面中 还可以看到好几个Cercy跟Sprite的分身 应该就是他使用幻术能力 来抵御变异族的攻击 也可以看到Icarus大量使用飞行以及雷射眼能力 让人想到最新一集What If之中收藏家说的那句话 莫非那个宇宙的收藏家也跟Icarus交过手 Cena直接将宇宙能量化为武器对抗变异族 而King Goal和Gilgamesh则分别使用能量投射于神力和变异族战斗 有趣的是King Goal是实际上摆出手枪的姿势放射能量 看来他在成为宝莱坞演员之前就是个戏剑了 还有一闪而过Makari的超速力 接着在这一段画面中出现了新预告之中的第二个天神族 即是全身翠绿的分析者Jemiah 在原作中他也是天神族的一员 在他们对宇宙的无数世界进行基因实验的过程中 Jemiah的职责就是搜集数据加以分析 并将调查结果交给Arisom审判 另外一个场面是Crow用触手将Cena缠绕 看他痛苦且双眼呆滞的情况来看 某些变异族的能力远远比永恒族来得强大 片尾则是上了一段Circus Icarus和Fastos日常相处画面 画面中Icarus误以为摆在他们所处安全屋内的一切 皆是Fastos以饭盒间打招 一拳就不小心摧毁桌子 Fastos去回答 这是IKEA的秋季出情品 这当然就要带到赞助我们这一集的IKEA了 IKEA最近推出了 没有没这么厉害 但是IKEA可以到时候正片上映的时候来合作一下吗 许愿迟 拜托 神来一笔的诙谐似乎也缓和不少这两个预告流出的速杀气息 同时也让我们一批Fastos家庭生活 因为从已经释出的资讯知道他有人类的丈夫以及小孩 看完今天的预告解析 各位厌世仔有没有对永恒族投影更高的关注度呢 当然 我们最近火力都集中于史上最强电影《沙丘》 想要了解这部超复杂 号称不可能改编的电影的话订阅一下才能看到 现在就点画面上连结看更多漫威解析 我是超粒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